大爱无疆的魏老师您好 尊敬的开学师 尊敬的义工 各位稀松稀姐 大家好 起席起客的我无比的激动 也很开心 我叫黄一轩来自广西青州 也是我们这一期的队长 我本人这一期主要是来这里感谢魏老师的 我曾是西三届赫山赫山站的学员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了长生学 是为了我家 我的爱人 有缘 进入我们这个长生学这个大家庭 从此让我受益悲强 刚才西姐也说了 我们长生学真的很神奇 我今天的分享 我就想分享 就是神奇到我本人 也感觉好像是天荒夜谭的 19年 我 我的爱人呢 那时候患有肝癌晚期 已经 医生说他随时 都有生命 危险 随时都有死亡的那种可能 我们是 非常不幸 但是也非常有幸 遇到了我们青州站的庞会长 还有冯海燕站长 然后就推荐我们学识了长生学 那时候 我也是作为那次青州站的队长 带着23位学员去了赫山 那时候 除了我们几个年轻的 其他的都是 很多都是老幼病残 其中最危险的是我的丈夫 庞世松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同胎一个社友 也是我们队友 我们的西松 他也是有心脏病的 年纪很大 他挺老了 那时候也是发生了 心脏病复发 在房间里 我们庞世松就用了 我们魏老师 第一天开学之后 我们上了一天课之后 他就用了我们这个长生学 就是急救了 他那个 我们那个西松 心脏病复发的 我想魏老师跟我们的其他西松 那些义工 应该都还会有印象 那么 我们学了长生学之后 我第一个回去受益的 就是我弟弟的儿子 他是心超促 就是经常打壳的那种嘛 说不出话的 有时候抽出的时候 说不出话 然后上小学一年级 对他学习非常有影响 然后回到我们结束之后 回到家 第一件事 就帮他调 我家里面的人都说 我是不是中了什么邪 去入了什么邪教 不可能这样子摸摸就好的 然后我说 我跟我弟说 我说你就给机会给我 用事实说话 我是学不学教 有没有用 等我调过了之后 才给结论给我 然后我就调 第一天晚上就调了 40分钟左右 然后他那个抽搐的 那个状态 那个症状就 间隔的距离 间隔的时间 就很长 然后我第二次调 他就会 很明显的 很少有那种抽搐 抽搐他会咬 但是比较轻微 然后我连续调了五次 调了五天 他的症状就消失了 他之前是吃了 大半年的药 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这是其中之一 我说简单一点 不占用大家时间 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 我是食物中毒 我本人的 我吃食物中毒的时候 我进了ICU 住了三天两月 然后我们 那个 刚好碰巧 我们那个ICU的主任 也是学过长生学的 他今天 也在我们 这个会场里 真的很幸运 我之前 我不懂得他 也是参加我们 这一届的学识班 就是在我们 报完名之后 我们站长 所有的队长 然后让我们 排练节目 把我们的名单 都发到群里面 我看 是我们梁医生 很有幸 很有缘 食物中毒之后 进了ICU 因为他那个胃 反气 就是有一股气 顶到我的喉咙那里 就很难呼吸的 然后我们那个 主任呢 就是 他是我们 市里面最好的医院 那个医院 然后就陪我 做了个胃镜 我真的好幸福 ICU的主任 跟我们那个胃镜的 胃镜科的主任 还有我们那个 ICU的 那个 护士长 几个领导 在陪着我 做那个胃镜 做完胃镜之后 我们那个西松 那个 两西松 这是我们那个 主任 然后他就 跟我说 你可以出院了 不用住院 自己都写过长生 写了 自己调 然后 一手吸气 一手换步 放到胃那个位置 自己回家 就是这样调 然后就慢慢的好了 做完那个胃镜出来 我就不用住院了 下面就是 最神奇的 到目前为止 我也觉得 因为我没有学过高级班 因为从 19年学回来 之后我们 年末 就有那个疫情爆发了 然后 调整站也 不开 然后后面 疫情过后 我们调整站 恢复了 然后我儿子 上高中了 然后时间 要照顾小孩 也很少 去调整站 我们 我家爱人 他学了 长生学回去 他就是 自己静坐 然后回去 我也是帮他调 他自己也调 那时候的症状是什么呢 他全身 都起了那种 一粒一粒的疙瘩 红点 很痒的那种 然后他晚上 也睡不着觉 白天也睡不着觉 然后他学了 长生学 就我调整 就我练功 回去 他能睡得着 然后吃饭 也很正常 到后期 在座的医生 他们都懂 有些 家人们也许也见过 我们身边的人 患有肝癌的人 后期都会有肝腹水 肝腹水应该就是 肝癌 后期的 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我老公呢 他就是 他也会腹肿 他也会有腹水 那我这种情况 在疫情期间 不能去调整症 悉松悉解 也不能上门帮他调 那只能去远程调理 远程调理 到目前为止 我说了高级班的 他们都会懂 他就是利用一部手机 就能帮你远程调理到 而且效果 也是非常明显 这是让我觉得很神奇 但目前为止 我觉得真的是天荒夜谈 跟没有接触 常生学的人说 有的人真的 不会相信 但是 在我身上 在我家里 确实 就是这么的存在 发生了 但他脚肿 附水的时候 肚子会很脏 手 那个脚 肿得很明显的 然后他们就是利用个手机 一个耳机 插到我们那个 就像我们听耳机的 但是他利用很多 洗几个耳机 就把那个听筒 放在我们的什么 C5 C12 C3 后面他的患部 那些位置 我就用透明镜 贴的那个听筒 然后他就躺着 然后我就一手 C7 然后我就一手 他的肝部 患部那里 我也不条 然后 冯西松 冯西松 也在 徐建华西松 他们 还有一个叫 什么家军的西松 还有我们青州的 冯海燕西松 他们都参与 远程调理过 调了时候 他们都会 40分钟以后 他那个水中 真的会消息 真的很神奇 后来 我的爱人 虽然 非常的不幸 但在 他走到 人生终点的时候 那段时间 他没有 多大的痛苦 就是 我们长生学 给予我们 最大的 那种收获 受益者 他是 最大的受益者 然后我们 那些医生 因为我家哥哥 跟我们那个医生的院长 还有很多科长 他们都是 最好的朋友 都说 这是 这是一个奇迹 他们都不敢相信 他们 到后期的时候 他们都让我哥 准备了很多 急痛骗 说他痛的时候 很厉害的 包括我们 有些医院的科长 他们的父亲 也是患了肝癌 后期的时候 痛了 喊了 他说 整个小区 都会被影响的 很痛苦的 打针 没有效果 吃急痛骗 量会加大 加大才会有效果 但是 我的爱人 庞西松 他 最后 生命尽头 之前 他只吃了 两颗 急痛骗 他 最后的时候 他觉得 痛 他说 老婆 我觉得 有点痛了 你给我 两片 急痛骗 我就给他 吃了两片 急痛骗 然后他就 睡 睡在床上 很安详 就是 吃了急痛骗 他睡的过程中 他额头那里 冒了很多汗 就是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我不是医生 我也不会解释这个 我就知道 他冒了很多汗 就这样 睡在床上 很安详的 走完他 这一生 谢谢 我分享完毕 非常感谢 王师姐的 这个精彩分享 谢谢